我是志远 接下来是一则有关美国人关心环境和能源的故事 玛丽亚·港诺住在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 她家就坐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中段 这里有许多的大型的披山采煤工程 许多环保人士说 这种采煤方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港诺正在尽力阻止这种做法 以保护她家和当地许多家庭世代居住的环境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在华盛顿采访了港诺 请她谈谈自己的故事 并说说为什么更多美国人应该关心他们的能源未来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玛丽亚·港诺和她的家人五代以来 一直住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阿巴拉契亚山上 煤矿公司是当地的经济支柱 港诺的许多家人在地下煤矿中工作 不过采矿业的机械化使煤矿公司采用引发争议的P3采矿方式 当你打开电灯的时候 有52%的可能性你用的电是靠炸毁我们居住的大山得来的 P3采矿指的是先把山上的树木全部砍掉 然后用炸药炸开山顶 使煤矿层布鲁出来再进行露天采矿 整个过程产生的废物和残渣都被请到在周围的山谷中 煤矿业为这种采决方式进行辩护 刚诺说在2000年煤矿公司开始披炸他家后面的山 这次P3把刚诺家的土地盖在了尘土和废物之下 刚诺把P3的过程录了下来 他说他一家全靠这片地获得食物水和药材 所以他必须站出来捍卫这片土地 他说P3采煤经常造成附近地区发大水 而且可能使葛 铅 参等有毒物质进入地下水 刚诺说这些年来煤矿上的工人一直骚扰他和他的家人 他们不在乎这些人的死活 他们会在你自己的家当面对你说 你要是看不惯就请搬家 刚诺是他所在的社区中唯一上法庭指证煤矿公司 在当地披山采煤的人 法庭下令这个公司停止向新的山谷进到废物 我觉得我是在为我孩子的未来而战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过上美满的生活 为此我必须捍卫自己的权利 这样我的孩子才能享有和我一样的权利 刚诺和另外五人将在旧金山领取全球环境奖 刚诺觉得还有太多美国人 不知道他们日常生活中用的电是怎么来的 不过他说通过教育公众 和为保护自己家乡的大山而斗争 他相信阿巴拉西亚山总有一天会输出可持续能源 就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直输出煤矿一样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